你在那裡的時候就已經做電子書了嗎? 沒有 有做一個Reader 整天書就做拿東西 我去完以後我也做電子書 我電子書也做了兩天 然後做音號跟PAT 做完之後就去別人 電子電子就變在E-PAT 大家都在E-PAT 可是你家之間的程度還是都不一樣 有有有 這個你這樣接到他們說這樣就可以了 好 各位 好 我是GDG台北的Organizer 我是Ted 那 經常呢 我們要請這個Nine Plus的 Team Leader 就是Daniel 他今天要來講他 他開發的這個 Side Project的這個專案 就是在電子書上面的Browser 叫E-In Browser 那這個專案在GeeHub上面可以找得到 如果各位有興趣可以一起 等一下聽完之後可以看一下 然後 Daniel在Medium上也有Block 那大家可以歡迎來看 那 好 我們現在接下來就歡迎Daniel來幫我們分享這個主題 謝謝 好 大家好 很高興今天大家來 能夠來這邊跟大家做這個分享 畫面上面有這個投影片的QR Code 教大家想要先知道後面要講什麼的話 可以先掃描一下 那我先做一下自我介紹 我現在是一個Mobile App Developer 下班的時候 我可能會開發一些自己想要的App 那其中有一些會做Open Source 比方說 第一個Auto Screen On-Off 就有在我的GeeHub上面 那跟今天要介紹的E-Ink Browser 也是有做Open Source 然後 中間的書法家 其實有用Cutlin寫一版 跟用Flutter寫一版有上架到iOS 那在Costcap 2016年也有做過相關的介紹 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再去網路上面找找看 那我們就開始今天的主要內容 今天的議程主要前面會是比較軟性 只會有一些畫面的顯示給大家看 然後講說我為什麼想要做這個Browser 跟我是怎樣開始的 再介紹一下 目前這個Browser我大概已經開發了哪些功能 那到這個時候其實大家可能就快要睡著了 所以我後面會針對裡面幾個比較重要的功能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是怎樣去實作的 首先呢為什麼想要開發瀏覽器 假設大家有用過電子書閱讀器的話 可能很多人的印象還停留在使用Kindle的概念 Kindle就是你拿來看書很方便 它電池可以撐很久 可是你想要拿去做其他事 比方說是瀏覽網頁 基本上不太可能做到 因為它的畫面會閃 而且速度很慢 可是這兩三年來 其實電子書閱讀器的廠商很蓬勃發展 它現在的CPU用得越來越快 而且畫面的更新速度也越來越快 大家可以看到畫面上面這一台 今年出的device 它的畫面就已經是彩色 而且它的更新速度其實已經快到 你可以去做一般的網頁瀏覽 可是你來瀏覽網頁的時候會遇到一個問題 大家都知道你要瀏覽網頁 通常就是用畫面捲動的方式 那雖然現在電子書的更新速度夠快 可是你這樣做捲動的behavior的時候 它畫面還是會有殘影 所以你三不五時就要去重新刷新那個畫面 那你做一次兩次還好 可是你網頁通常不會只看一兩分鐘 你看個半小時一小時 在那邊一直按重新刷新 就會讓人很煩 所以我在想說 是不是可以有一款瀏覽器 它可以讓使用者 在操作上是像看電子書一樣 它是用翻頁的形式去看下面的內容 而不是用捲動 那有這個念頭之後呢 第一件事就是我要自己重新開發一個全新的browser 還是我要拿現有的來改 那後來我是採取後者 原因是因為我只想要做翻頁的功能 我其實不是真的想要自己寫個瀏覽器 那這樣決定之後呢 我其實有列一些原則 就是我想要找一款小一點的瀏覽器 而且是它的程式規模是我可以掌控的 因為畢竟這是一個side project 我不太可能花太多時間去了解一個很龐大的架構 像是Google的Chromium或是Firefox 它也有open source的版本 那些其實都scope太大了 所以呢在這些原則之下呢 我在GitHub上面找到這個open source project 叫Fox Browser 它其實它的size很小 它編譯出來只有3MB而已 可是呢它裡面的功能其實很多 它已經支援了多份頁瀏覽 它也內建了廣告主檔 然後它也有書籤功能跟搜尋瀏覽的紀錄 那有了這些基本功能 其實你在做一般的網頁瀏覽就已經很足夠了 所以我就拿這個browser 開始來加上我要的翻頁功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browser 雖然有那些符合基本browser要的功能 可是它還有什麼缺點 大家可以看到第一個是它的功能選單的部分 它這邊有分成四個tab 每個下面又有四五個功能 所以比方說你想要share的話 你就要再點一下 然後你才可以看到下面的功能 你才可以去選擇 然後可以看到這邊 它因為它是dialog的形式 所以後面會有做mask 所以這一整塊會是灰階的 然後這個是目前開啟的分頁的列表 後面一樣會做mask 然後現在有focus的是這個 它利用色塊來表示哪一個是focus 再來這個是書籤列表 它利用這個不同顏色的圓圈 來讓使用者可以做過濾的功能 那最後一個這個就是很一般的preference UI的畫面 那大家可以看到這邊其實是用條列式的方式 所以假如你要access的是更下面的項目的話 你其實一樣 你還是要透過捲動的方式 來操作下面的功能 那這個在一般的手機上面 或是tablet上面 其實大家看起來沒有什麼問題 可是我們來看一下 它在電子書 閱讀器上面的樣子 第一個是你會覺得畫面很髒 因為它就是有點灰灰的 然後這個mask的效果呢 它會讓整個畫面重新去畫 所以當你把這個dialog消掉的時候 你可能在下面就會看到 這個原先這個mask的產品 那這個每個都有類似的問題 就是一般的app在電子書 閱讀器上面使用者的感覺不好 就是因為這些原因 它用很多不同的顏色來表示 它沒有針對電子紙的特性去做設計 那我們來看一下就是 我改版過的Ink Browser 它在UI介面上面有什麼不同 第一個是不再有mask 所以當我叫出選單的時候 它就單純用一個黑色的boulder 包起來的一個panel 讓你可以直接access到所有的功能 雖然照看之下 這邊太多功能了 可能你會不知道你一時之間要選什麼 可是用習慣之後 這個對電子紙的 特性來說會是比較好的呈現方式 那後面幾個也是類似 我都做了或多或少的改變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些畫面在電子紙上面的效果 可以看到其實它會 比剛剛的呈現效果還要再好很多 它不會讓整個畫面變成灰灰暗暗的 或是看起來髒髒的樣子 然後在Preference這邊也是 你可以在一個畫面裡面 access到所有的功能 你想要設定的畫面 那這邊就講到 我自己歸納出來的電子紙的開發原則 第一個是 你可能要摒棄之前在開發一般手機 或是tablet上面的UI的概念 那這邊有很重要一點就是 以不變應萬變 因為大家知道電子紙 你一直去畫它 它就會有殘影 所以這邊就是 你能不要畫就不要畫 那你當 當你真的需要畫的時候 你盡量讓你要重繪的地方 縮小它的範圍 這樣它會產生的重影 殘影就會變小 再來是現在的電子紙閱讀器 它的黑白的畫面 只會有16色迴接 所以其實16個不同的層次 其實很難看得出來差異在哪裡 那這個時候呢 就會建議是提高原件的對比度 最好你的icon 都是用只有黑跟白來呈現 會讓整個畫面看起來更清楚 再來是 建議是利用線條 而非色塊 來做不同內容的區分 那在剛剛的畫面 大家應該都有大概看到這些例子 好再來要講功能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在左上角 這邊就是原本 我找到的那個browser FORCE Browser 它裡面有提供的那些功能 那我在這個之外呢 又衍生了出來一些 我自己覺得比較好用的功能 那右邊是跟電子紙相關的功能 左邊就是一般browser 我覺得它基本的已經有 可是有一些東西 我希望我在使用上更方便 我又加入了 第一個是工具列 那它是可以客製化的工具列 最後應該會提到 再來是Reader Mode 假設大家有用過Safari 或是Chrome 或是Firefox 大家都可以知道 他們有個功能叫做 閱讀模式 它可以讓你把畫面中 不必要的元件都去除 讓你可以專心在看 這個網頁真正想要呈現的內容 那一般市面上自己開發出來的小APP的話 通常不會有這功能 所以我當初也花了蠻多時間 找到怎樣去實作這功能的方法 那待會我會介紹 然後右邊就是剛剛提到 我做了很多UI的改善 以及這個我一開始想要做的功能 翻頁功能 那我待會會針對畫面上的這五項 框起來的地方做介紹 跟大家講說 這幾個功能在實作上 大概是怎樣實作完成的 那剛剛畫面上的五個 就是分別這五個 我們先從翻頁開始講 翻頁這功能呢 是通常下載這個intic browser 大家所需要的功能 因為他們也是一樣 遇到在電子輸入閱讀器上面 在看網頁的時候 傳統的browser 會讓他們用得很難受 因為太多產品 那因為這個翻頁功能 每個人有不同的需求 假設這個device 它有音量鍵的話 我可以讓它透過音量鍵來做翻頁 或是大家可以看到這畫面上 有兩個虛線的框框 這個是待會介紹 怎麼實作的方式 就是 你現在可以透過點畫面 就去做翻頁 那這個是比較符合 一般在閱讀電子書的行為 那假設你覺得你的畫面很寶貴 你不想要點畫面 你畫面只想要用來點其他的link 的話 你也可以把這兩個功能 加到工具列上面 那右邊就是一個設定的畫面 你可以指定你畫面翻頁的區域會在哪裡 那我們來看一下實作 這邊主要有幾個步驟要做 第一個是 當然 我想要可以點擊畫面去做翻頁的話 你要在畫面先設定你的點擊區域 所以我這裡create了兩個view 一個是touch left 一個是touch right 然後我在我的webview裡面 實作了一個功能 這個是 我把它取名為pagedown with no animation 因為原本的翻頁 呃 它原本有做翻頁功能 可是是會有動畫的 它呼叫的function是 smooth scroll to 所以你會看到畫面還是卷動 那你假設是用scroll to 這個function的話 它只會根據你給它的offset 把web的content直接往下移 那我就是透過這個方式 來做到翻頁的效果 那這邊 大家應該看不太清楚 這邊就是拿著 去偵測view的unclick event 然後看到假設是touch left 跟touch right的話 我就會去呼叫 這邊實作出來的功能 進而達到翻頁的效果 那當然 同樣這個function 我就可以把它綁定到剛剛提到的 音量鍵被按的時候 要去做這件事 或是說我下面工具列 有這兩個button的話 它被點的時候 也會去做這件事 那再來是 假設是設定畫面上面區域 可以去點擊的話 當我不想要這功能的時候 呃 我要把它disable的方式就很簡單 我只要把相關的view 害掉就可以了 再來提到 我覺得 呃 花了我蠻多 effort的一個功能 叫閱讀模式 剛剛有提到 左邊這個畫面是 呃 我在medium上面寫的一篇文章 可是大家可以發現 這篇文章在第一個畫面 其實沒有太多訊息含量 他只包含了文章的title跟image 下面的內文完全看不到 那假設你有開啟閱讀模式的話 其實你整個畫面 一開始就會只剩下title image跟真正的內文 他把這些不必要的元素 都已經清掉了 那這個在原本的False browser裡面 是沒有的 所以我一直在想 怎樣去實作這功能 那最終研究出來的方法呢 是透過 呃 我是移植了Firefox上面的做法 那Firefox其實也是從 早期有一家公司 叫Arc90吧 他們有推出一個library 是JavaScript的library 呃 可以達到這功能 那我來稍微講一下怎麼做 呃 閱讀模式主要分成三塊 第一個是 你必須要先把 現在網頁內容裡面 不必要的元件剔除 只留下真正重要的地方 然後再把這些重要內容 塞到這個網頁的body裡面去 把舊的body先搬到旁邊去 那 你把這些conven放進去之後呢 他會另外去定義 他自己的CSS 讓這些 呃 reader mode 呃可以個別去設置他的 比方說字型大小 或是顏色之類的 那因為這個 上面兩個都是 JavaScript 就是Web layer的 所以假如要把這些功能 實現的話 其實要透過 Cutlin 在 呃 native程式裡面去做一些整合 那我們先來看 這個就是剛剛提到 這個是 呃 mozilla Mobile裡面的一個元件叫 reader view 它裡面有包含 他們已經處理好的 呃 相關的JavaScript 跟CSS 所以呢 我就是 在經過一些修改之後 我把它放到我自己APP裡面的 assets裡面 那當使用者按了工具列上面的 閱讀模式的時候 然後 我會呼叫這個 Evaluate Mozilla Reader Mode JavaScript 我這邊呢 就是會把 呃 已經 import進來的 CSS 跟JavaScript 的這兩個檔案 把它注入到我的 WaveView裡面 那注入之後呢 其實 在這個JavaScript裡面 就會去執行 我剛剛講的 抽出HTML裡面 重要的 呃 文本部分 然後把它塞到 body裡面去 那這樣子就可以看到 只有內文的畫面 那再來一個是 我自己 也很常用的功能 就是 雙面的全文翻譯 呃 一般的browser 他也都有支援翻譯的功能 可是他的翻譯功能是 整個畫面都是英文的話 我只可以選擇說 我要把整個畫面 再換成日文 或換成中文 可是 我想要的功能是 可以兩邊對照 我想要留住原本的畫面 然後翻譯的畫面 在另外一邊 呃 要這樣子的 畫面的原因 是因為 我有在學習語言 所以我希望是 呃 雙語對照的 我不是要快速的得到 內容而已 我想要知道兩個語言對照的 呃 畫面 這樣我才可以做 呃 學習 那大家可以看到這邊有一條 bar 這邊中間有一個 drag 的handle 所以其實 我做出來的功能是 你可以點著這邊 去改變兩邊畫面的大小 或是說 可以中間切開來變成 上下切割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怎麼實作的 先讓大家看一下 之前錄的一個demo 然後這個是彩色的電子紙閱讀器 然後我現在選成 翻成日文 就可以看到 右邊的翻譯畫面 已經放好日文 然後這時候我開啟同步捲動 所以我在左邊組畫面 點pagedown的時候 右邊的畫面也會跟著動 好 那看完demo之後 我來講一下實作的部分 第一個是 我自己寫了一個2-band layout 原因是因為 我在網路上面找 可是沒有符合我想要的2-panel 的layout 雖然最近Google IO2022 有推一個 應該是sliding panel layout 那這個也是符合 Large screen的一個component 可是它還是不太符合我的需求 所以我是自己寫了一個這樣子的功能 那這邊 畫面上面有看到它的function的列表 就是它可以設定不同的orientation 可以horizontal或是vertical的去做切割 然後 使用者也可以決定什麼時候要顯示第二個畫面 跟這兩個畫面其實是可以左右對調方向的 那有了這個panel之後呢 有了這個layout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 接下來是怎麼操作 大家可以看到這邊一行有寫 Activity Main Content 這個是原本 browser的主要畫面 那因為我要再篩入另外一個翻譯的畫面 所以我把整個的layout改成是以我開發出來的2-pan layout為主 然後在兩個panel分別放入原本的webview 跟這個新的translation的webview 那既然可以兩個畫面都呈現之後 再來右邊就是介紹說 我右邊的畫面怎樣知道 左邊是哪一個content 然後要把它翻成不同語言 這邊其實是透過Google Translate的功能 Google Translate 大家最 最知道的應該是它有網頁 你可以在網頁上面輸入字 它就會幫你翻譯 可是實際上它也可以針對整個URL去做翻譯 那這邊就是有講說怎樣去組出來 Google會幫你翻譯整個網頁的方式 細節我就不講 然後 既然它是閱讀器嘛 所以我也希望我在browser裡面可以換字型 那這個就是完成之後 大家可以看到同樣的內容 我在中間是標凱體 最右邊是另外一個字型叫文凱 那假如大家習慣是在網路上面看一些網路文章 或是網路小說的話 你可能字型設成這種標凱體 看起來會更有感覺 那換字型主要就是三個步驟 讓使用者先選擇手機上面他自己喜歡的字型 那 使用者選完之後呢 我們會拿到這個檔案的 content UI 這東西我們會先存在preference 再來是我們要在這個review裡面 插入我們客製化的 CSS style 大家可以看到這邊 702行 我自己定義了一個phoneface 它的source是 UIL mycustomphone 大家可以記一下mycustomphone這個keyword 因為待會會用到 然後呢 就是在我的body 去指定說 body裡面所有的東西 都要用我自己剛剛定義好的 新的字型 那這邊可以看到 這邊有畫的紅線 當我在插入 在插入這個css styleweaveview之後呢 他其實會透過callback 去intercept request 來問一些他所需要的資源 假如我detect到他要的是這個mycustomphone font的話 我就知道這個是要來要我那個客製化的字型 我這時候就會把剛剛提到的content UI拿出來 然後利用content resolver 去把它從系統裡面 轉成binary string 再回傳出去 這時候weaveview的engine就會拿到我的字型 然後換成是我要的呈現效果 那 browser畢竟是browser 我不想要把我的browser去取代整個reader app所有的功能 所以遇到更detail 比方說大家在用看一般電子書的時候 你可能會想要畫線 想要在上面做一些筆記 這些其實我也支援不了 我也不想要去做 所以我做了一個功能是 我讓網頁可以儲存 儲存成電子書的格式 那方式就是原始網頁 我會先用剛剛講的方式 reader mode 讓畫面的內容只剩下真正本文的內容 然後再利用這個library epoplib 轉成epop檔案 這時候使用者就可以拿著這個電子書的檔案 去其他地方做閱讀 那最後是去年開始 JPY Compose變成是正式版的 那我在今年也有開始試著去把 許多畫面改成是JPY Compose 這邊可能就講一下其中一個例子是工具列的部分 工具列大家可以看到這邊全部展開來 其實會有25個功能這麼多 那每次之前再加一個功能的時候 其實都很麻煩 大家可以看到右邊這邊是一個 有一個linear layout 然後裡面有各個不同功能的image button 所以之前我要加一個新功能 就是xml要去改 然後程式碼裡面要去改 可是換成JPY Compose之後 其實那些事我就都不用再做了 大家可以看到左邊這邊 是整個的compose 整個的工具列的toolbar 我這邊就會去for each 每一個toolbar的action 去決定它要怎麼畫 那每一個toolbar action 這個information拿到之後 我會利用toolbar icon 的這個composeable 去把它畫出來 那大家可以看到這邊 其實它就直接從 這個toolbar action info 去拿到相關的resource ID 所以之後我假如要再加 toolbar上面新的功能的話 它的更改地方就變成很單一 我不用到處再去改檔案 然後我介紹的內容大概到這邊 最後再講一下展望就是 目前我自己開發這個browser 是要補足在電子紙閱讀器上面 除了他們自己的閱讀APP之外 其他的app在使用上 或多或少都會遇到一些問題 那我覺得browser是一個 我幾乎我想要的service 都可以在上面找到他們提供出來的服務 所以我才寫了這樣的browser 可是還是希望電子紙閱讀器的廠商 他們也可以推出類似的browser 因為他們畢竟時間比較多嘛 比較有支援 可以推出更完善的user experience的browser 然後第二點是假設上面那一點沒有人要做的話 也希望電子紙的技術能夠發展的再快一點 那當他的刷新速度越來越快 跟不再有產品之後呢 我的browser可能就可以退休了 好以上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內容 謝謝大家 好那有人想要Q&A的嗎 沒有的話我們就謝謝Daniel 那我們下一場呢是 在ALSP上面實作通用型硬體控制的 JMI library給Collin調用 那開始的時間是2點20分 2點20分 所以各位可以先 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在這邊先休息15分鐘 謝謝 可以啊 可以啊 你一樣哪個不要後面 可以啊 你一樣哪個不要後面 可以 可以 你批負哪一個 對你批負哪一個 好 好 然後 插一下輸出 插一下輸出 沒有如果一樣 就插一下輸出 直接插一下輸出 插一下輸出 插一下輸出 如果你要 你需要投一比嗎 不用不用 不用喔 直接算在這邊 直接算在這邊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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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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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看你是我介紹的 有 有 有一 幾千段 兩天 Andro OK OK 沒有 是TypeC嗎 是 是TypeC對吧 對 他現在有一個 我之前在QLA,我之前在QLA 我之前在QLA,我之前在QLA 我現在先在總統戲子,不要到時候要到時候 我可以講什麼? 我可以講什麼? 也可以,可是我才剛到一個禮拜 我過去還在說一個禮拜 這是工程序 你中文嗎? 沒有,我是你主管 啊,你一定是主管 有時候上程都不行 OK,好棒 你是BSP的研發主管 你這個時候還沒通過 有啊,畫面是右邊的 因為我應該是 你要先切MIRROR 你要先切MIRROR 然後這個要接 因為他還沒接啊 你要接 這個是講者的禮物 謝謝 我們先放這裡 是這裡泊 對對對 可是你可以洗嗎 兩個都我的 你也可以有獎針打 這裡有比可以少 OK 扔到一個幾天氣 因為我還沒接 這樣會滿 比較緊 看一下有沒有 還沒有切 看這裡就可以 你要先乘MIRROR 他沒有抓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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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沒有 你看這裡就可以了 沒有啊 這個展示 他沒有抓到 他沒有抓到 他沒有 他沒有 你看這裡就可以了 他沒有抓到 腳趾 你好 他是 這裡 這裡 它就是上面 又發光 怎麼發光 沒關係 我們就在上面 都逼三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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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你 主要的產品 是 大石嗎 是在哪裡 工業店 我想問 等一下可以接自己電腦嗎 我想問等一下可以接自己電腦嗎 可以拖出來 你要 你要有 這個位置可以先退 我有 我有自己的轉電腦 剛剛才是四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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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那應該每一看先看你電腦 等一下呢 有 如果可以的話 應該有控板可以試 對對對 OK 好 沒問題 看看要怎麼缺點 這 可以 我就 剛剛都是這樣 好 它鍵盤可以 沒有 我們 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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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 有 它 有 它 它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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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